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做更多的关于这套视频教程的技术交流 好 那么这一讲呢 继续由我来为大家做一讲讲解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 已经结束了关于文件处理命令的学习 这一节课呢 我们进入到4.2小节 全线管理命令 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分成两节课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来更改一个文件的权限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通过ls-l 可以判断出来 一个文件的权限 我们怎么样能够查询到 系统中每个用户 对它有什么样的操作权限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一个文件 把Linux的用户分成了三类 分别是所有者 所属组和其他人 也就是U G O 所有者就是谁创建了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所有者只能有一个 所属组就是可以定义一组用户 对这个文件有什么样的操作权限 那么所属组也只能有一个 如果你既不是所有者 又不是所属组中的一员 那你就是其他人 所以呢 用户就分成这样三类 权限呢 也分成了三类 分别是RWX 读写执行 非常的简单 那么在这节课我们就看一下 默认创建一个文件 它是有一个相应的权限 但是默认的权限不一定合理 怎么样来更改 更改文件权限的命令 ChangeMode 那么第二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既然权限可以更改 那么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所属组也可以更改 包括文件的默认权限 是否可以更改和查询 我们在第二节课 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节课的内容 如何来更改权限 那么这个ChangeMode命令呢 看起来 这些幻灯片内容 有点吓人的 那首先呢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可怕的 这里面 我们首先第一个 要明白的事情就是 一个文件的权限 谁可以更改 只有两个人 一个呢 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一个呢 就是管理员root 因为root是超级用户 我们经常讲 它是裤衩穿在外面的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一个文件呢 只要存在在 Linux系统里面 理论上 root都可以进行更改 不管它 对它有没有所有权 那么 所以只有这两个用户 可以更改 那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不是说张三创建一个文件 李斯过来看着不顺眼 就给它改掉了 这是不可能的 那更改一个文件的权限 首先你要看一下 你是否具有这个权利 你要么是文件的所有者 要么是这个管理员root 好 那么更改文件权限呢 常见的有两种方式 虽然格式看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比较直观简单的方式 用加减等号来进行授权 用户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三类 U表示所有者 G表示所属组 O表示其他人 那这个A表示什么呢 A呢表示所有人 O的意思 你要想给所有的三类用户 都增加减少 或者是更改一个权限 你可以用A来表示所有用户 加减等号 加就表示增加权限呗 减就表示减少权限 等号呢 就是老子不管你以前 是什么鸟权限 反正现在我就让它是这样的权限 这是等号可以这样用 权限就不用多说了 RWX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好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看一下这种更改权限的方法 怎么样来使用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先 在Time下面找一个文件 比如说呢 找到这个 沈超老师很喜欢的 这个文件 叫这Pan LoudStory.List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权限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 它的权限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这个权限有九个字符 前面三个字符代表了所有者的权限 RW表示 读和写的权限 中间的这个R表示 所有组的权限 R读的权限 最后的这个R表示 其他人也只有读的权限 那么假设说呀 现在我们觉得这东西不合理 我们想给 这个所有者 加上执行的权限 那么我们可以用U加X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然后写上文件名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就已经改变了 就增加了一个X权限 所以用加减等号这种方法 来进行更改文件权限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再进一步更改 假设说呀 我现在觉得呢 所属组也应该增加一个 W的权限 然后呢 我想把其他人的R权限去掉 你可以用逗号 O-R 就可以了 可以同时 做多个授权 可以同时做多个授权 加号授予权限 减号 去掉权限 如果你有 几个类型的用户 都需要同时设置 用逗号分隔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看到 所有组已经变成RW杠 其他人变成了杠杠杠 我们还可以用等号 比如说呀 我不管这个 所属组之前是什么样的权限 我现在就想把它改成RWX 可以这样做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不需要考虑 这个所属组的权限位 之前是什么权限 我也不考虑我是加呀 还是减呢 反正现在老子就想让它是这个权限 好 没问题 直接G等RWX 就可以了 所以加减等号来进行更改文件权限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非常直观和简单的 但是呢 这种方式 虽然是需要大家有所了解和掌握 不过我们在Linux里面 用的最多的 不是这种方式 而是一种数字表示权限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在Linux里面 你看到一些系统的脚本 或者是我们装一个软件 看到软件里面那个脚本呢 它在更改权限的时候 包括一些系统的文档 它都是使用数字的方式 而并不是使用我们刚才给它演示的这种 使用加减等号来进行授权的方式 不是的 那么这个数字的方式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只是把三个权限位 分别用数字来进行表示而已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呢 就简单的记住 R就是用4来表示 W就是用2来表示 X就是用1来表示 加在一起 就是7 对吧 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个用户 它的权限位 RWX都有 那就是数字7来表示 它拥有全部权限 你可以通俗点 你可以用计算机的方法来理解一下 X就是2的0次方 W就是2的1次方 R就是2的2次方 但也不用那么复杂 你就记住 RWX对应的数字是421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一个 9个权限位的 这个字符表现成数字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比如说要有这样一个权限 所有者呢 是RWX 所有者呢 是RWX 那么也就是说 它所在的权限位 应该是 三个权限都有 就是4加2加1 也就是7 对吧 所以就写成7 所有组呢 是RW杠 也就是说 有读和写的权限 那就是4加2 就是6 所说其他人呢 是R杠杠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R就是4嘛 所以它写出来 它的权限用数字表示的话 就是764 就是764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在这个地方 需要大家掌握的是 如果给你一个权限 你要能看出来 它对应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系统里面的一个文件 我们在ETC目录下面 随便找一个 假设说 是这个权限 那你就应该能够写出来 它对应的数字 是什么 所有者 是RWX 也就是7 所有组 是R-X 那也就是4加1 对吧 就是5 其他人也是R-X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权限 让你写出来 应该是755 应该是755 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呢 咱们去参加一个公司的面试 人家给你写了一个数字 假设我随便瞎写一个 那么比如说写的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5 3 2 给你一个权限表示的数字 你要把它写出来 对应的权限 这个你也要能够掌握 5写出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对照一下这个表 因为总共就三个数字 所以5呢 几加几能等于5 只有4加1才能等于5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肯定它权限应该是R-X 第一个 所有者肯定是R-X 因为只有R-X 是4加1等于5 第二个 3 只有1加2才能等于3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R-X 这是所属组的权限 其他人呢 就是一个2 20W 那是-R-R- 写出来应该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需要大家掌握的就是 给你一个权限位 你能写出来对应的数字表示 给你一个数字表示 你能写出来相应的权限位的表示 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个很基础的内容 必须要会的 那么这个例子呢 当然比较极端啊 这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不会有一个文件权限是这样的 这个所有者没有写权限 然后所属组和其他人都有写权限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一个事例 那大家作为掌握这个知识的一个 一个演示而已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两个例子 比如说呀 还是刚才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文件 现在权限是这样 如果我现在想把它变更一下权限 假设说呀 我们想把权限呢 改成什么样 我们先想清楚 假设我想把权限改成RW-R-- 然后其他人什么权限都没有 杠杠杠杠 我们先把它标记的数字写出来 所有者是RW 那就是6 对吧 4加2嘛 所属组是R杠杠 R对应的数字是4 其他人毛都没有 那证明就是0了吧 640 想改成的这样的权限 写成数字表示是64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称之某的 加上这个权限 再加上这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文件 就改成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权限设置 所以其实用数字的方式来进行更改权限 非常直观 也很简单 那么这是在这节课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重点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选项 需要大家了解 叫杠大写的R 叫杠大写的R 为什么要加杠大写的R 那么 我们把它称为叫地规修改 什么意思 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 makeDR命令 我们地规创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我在 这个探棚目录下面 我创建一个A目录 A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B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A目录的权限 我们再看一下B目录的权限 好 A下的B目录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A目录的权限是这样 B目录的权限是这样 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2WX 2-X 2-X 假设现在要做一个实验 我用change mode 把这个tamp下面的A这个目录 它的权限改成777 777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每个用户都有全部的权限 那么这个时候 tamp下面 刚刚我改了权限的A目录下面的B目录 权限会变吗 实际上并不会 实际上并不会 也就是说你虽然改了这个B目录 改了这个A目录的权限 但A目录下面的子目录的权限 并不会随之变化 如果你有这种需要 你说我想改变这个目录的同时 目录下面所有的文件 都改成跟这个一样的权限 这个时候 change mode-R777 加上目录名称 但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更改会把这个目录 和目录下所有的文件 权限都改变为777 包括 刚才我们看到 如果不加杠大R 实际上A下面的这个B的子目录 权限是没有变的 如果加了杠大R 它也会被改成777的权限 就是全部都是RWX 这是杠大R的作用 递规修改 可以改变一个目录权限的同时 改变目录下面所有文件的权限 好 这是关于change mode 怎么样来改变目录的权限 怎么样来改变目录的权限 好 那么讲完这个内容以后 我们有一个小的实验 一起来做一下 首先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目录 假设说 我们先随便做练习的时候 在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个目录 回头我们做完实验 再把它删掉 假设叫temp temp 系统那个叫tmp 我们创建一个temp 我用root创建了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我在这个目录下面呢 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叫testfile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名touch 在刚temp下面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testfile 然后呢 我做一个操作 用change mode 777 改变一下temp目录的权限 改变为777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temp目录的权限是这样 我们注意观察 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三个rwx 也就是说所有的用户 都有读写执行的权限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temp目录下面 root创建的这个testfile文件 它的权限是这样 所有者root有rw权限 其他人呢都是只有读的权限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root创建了这样一个目录 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想问 普通用户是否可以删除这个文件 普通用户是否可以删除这个 temp-testfile 是否可以 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权限管理的命令 这个操作是否可以执行 注意观察一下 我们前面也讲了权限是在这儿 所有者 所有组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基于我们现在学会的知识 包括我们自己做的判断 一个普通用户是否可以删除 管理员root创建的这个 temp下面的testfile的文件 实际上呢是 可不可以的 我们做一个实验 大家在学这一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普通用户 用最简单的命令 我们了解一下 有一个命令叫useride 可以添加一个用户 假设说现在我添加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呢 可能叫林志玲 然后我给林志玲一个密码 简单一点的 它提示这是基于字典的一个单词的 因为我这里面用的密码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单词的 但是呢 因为我是管理员root 谁让我裤衩穿外面呢 所以这事还可以干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普通用户 刚才呢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到底这个文件普通用户 能不能删除 我们用林志玲登录过来试试看 好 登录的时候 把这个名改成普通用户 好 输一下密码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已经登录过来了 那么 我们看到提示符是道乐符 表示是一个普通用户 那么我用林志玲 就可以执行一下这个操作 在执行之前呢 我先把这个绘画模式更改一下 否则的话 中文呢 没有办法显示 而且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么 我把这个sqcrt的设置更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粗体 支持一下中文 UTF8 把这个改成 Linux 使用颜色方案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用这个普通用户林志玲登录过来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尝试一下 RM删除这个tmp下面的testfile 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回车 问你是否要删除这个文件 回答yes 你发现并没有报错 证明这是可以删除的 可能很多在听这个讲座的同学都觉得 怎么一个root创建的文件 而且普通用户明明看着对这个文件 没有写权限呢 为什么呢可以删除呢 这是因为我们对RWX权限的理解 是有问题的 其实RWX的权限 我们在真正对它深入理解以后 才能正确的使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做了一张表 RWX的权限 针对文件的 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对一个文件 对一个file 对一个文件呢 有R权限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查看文件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查看一个文件内容 那你必须对这个文件有R权限 你才可以对这个文件干什么呢 用我们前面讲的命令来说 你才可以cat 你才可以mall 你才可以hide 你才可以tail 你才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你才可以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包括可以lice的 你对一个文件有R权限 就可以查看文件内容 你对一个文件有W权限 表示可以修改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像我们使用word来编辑 使用记事本来编辑文件 可以更改内容一样 我们在下一讲会讲 Linux里面比较常用的编辑器 Vim 你可以打开文件以后 改其中的内容 这叫可以有写权限 对一个文件用X权限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执行这个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是可以执行的 什么样的文件是可以执行的 很简单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脚本 是一个script 是个脚本 或者是一个命令 命令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那么这是文件的RWX权限 很好理解 所以很多人刚学Linux的时候 一说RWX权限 就觉得这忒简单了 这还用讲吗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深入的理解 所以刚才我做的这个实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认为 这是不能删除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最大的秘密就在于 目录的读写执行权限意味着什么 刚才我们看的是对文件的含义 对目录的含义 RWX是不一样的 你对一个目录用R权限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可以列出目录中的内容 什么意思 你可以RS 你可以使用RS来查看这个目录 里面有哪些文件 这是你对目录的权限的R 它的作用 你对一个目录有写权限意味着什么呢 你对一个目录有写权限 意味着你可以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 删除文件 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以用我们前面讲的Touch创建一个文件 MakeDR创建一个目录 RMDR删除一个空目录 RM删除一个文件或非空目录 可以做这个事情 讲到这儿 这就是刚才那个实验的答案 刚才那个实验里面 我用Root创建了一个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用Root又创建了一个文件 但是你要注意 我把那个目录的权限改成了777 也就是所有用户对那个目录都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虽然那个目录下的文件 只有Root有写权限 但是这个目录下面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是每个人都有写权限的 包括我刚才创建的普通用户林志玲 所以林志玲登陆过来 他一看我对这个目录有写权限的 证明我可以在这个目录下删除创建文件的 包括就算这个文件是Root创建的 也是一样可以进行删除的操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刚才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这个权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可以删除TAMP下面的TestFile这个文件 因为TAMP这个目录的权限是777 别管是Root创建的 还是任何一个普通用户创建的 都是可以被删除的 所以你刚才为什么认为这个文件删除不了 因为你认为删除一个文件的条件是对这个文件有写权限 这是错的 对一个文件有写权限 只是可以修改文件的内容 只是可以修改文件的内容 对一个文件有写权限 我们在这里面写了 只是可以修改文件的内容 删除一个文件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是对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有写权限 你才可以把它删除掉 千万要记住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学Linux 都觉得这权限特别简单 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后面甚至单独有一讲 去详细的讲各种Linux的权限设置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加深一下对RWX的理解 对目录的写权限 表示你可以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删除文件 对目录的X权限 表示你可以进入这个目录 就是吸地可以进去 通过这个我们也把前面讲的命令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这里面要掌握的重点 就是对目录的权限RWX 记住 如果你想查看目录下的文件 有哪些 查看这些信息 你必须有RW权限 你想进入这个目录 必须有X权限 所以你看到在Linux里面 目录的RW和X权限 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 为什么呀 很简单 你不可能对一个目录有R权限 但没有X权限 你只能查看到目录里面有哪些东西 死活进不去 或者是你不可能对一个目录有X权限 没有RW权限 你能进去 然后死活不能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玩意儿不人道啊 这个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在Linux里面留意观察 有R权限一定是有X权限的 因为它的含义是这样 但是最重要的刚才做的实验就是 对目录的W权限 表示可以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删除文件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需要大家掌握了 刚才那个实验 大家可以自己也做一下 记住删除一个文件的前提条件 不是你对文件有写权限 对一个文件有写权限 只可以修改文件内容 删除文件的前提条件 是对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有写权限 才可以 权限是有一个继承关系的 就像说我们现在有普通用户 想看一个文件的内容 那个文件它就算有全部的权限RWX 但那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它什么权限都没有 它一样看不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RWX权限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重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Change Mode这条命令 那么Change Mode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 第一种更改权限的方法 就是用加减等号的方式 增加权限 减少权限 或者直接授予某种权限 第二个呢 就是用数字的方式 R呢 用4来表示 W呢 用2来表示 X呢 用1来表示 那么你要掌握 给你一个权限 能写成对应的数字 给你一个数字 能换算成相应的权限 然后用Change Mode 用两种方法 能更改这个文件的权限 千万别忘记 只有两个人更改 更改文件的权限 一个叫做 所有者 一个叫做管理员root 然后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 用root创建一个目录 在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把目录权限改成777 用普通用户 我们刚才演示了 你可以用userID password添加和设置密码 来建立一个普通用户 然后可以看看 是否普通用户 可以删除root创建的这个文件 然后通过我刚才讲的 这个RWX 对文件和目录不同的含义 来理解一下RWX的权限 那么这是我们全线管理里面的第一讲 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www.blogg.com